在早冬季,人们都用厚厚的被子让自己有个暖暖的被窝 实际上,被子除了要考虑其保暖性,还要考虑个人体质 换句话说,就是对于不同的人,不是所有棉被都实用的 1.棉花被 棉花被是最传统的,饮用最广的被子 但它笨重,不透气,会压迫胸部,导致肺活量减少 不是和那些有呼吸道慢性疾病,呼吸容易不顺畅的人 2.羽绒被 羽绒被比较轻盈,它还具有良好的保暖性,吸湿性,透汗性 因此羽绒被尤其适合那些生活在潮湿的南方和睡觉爱出汗的人 3.蚕丝被 蚕生长过程中不能接触农药等化学物品,制作过程受污染小 因此蚕丝被算是最绿色环保,最天然的被子 适合皮肤比较敏感